到那边去训练了吧 我是17岁过去的 对 你现在30 没有没有 没有 类似有四年的练习生日 对 有四年 是 那就21岁 好年轻啊 你用一个词语形容自己 对啊 随和吧 为什么你是随和的人 就是比方说 就不去计较很多东西嘛 就很随便嘛 然后跟很 其实大家都是很年轻的 随和 小朋友嘛 应该算是年轻的小伙子 个性都很强 所以组合里面 谁是最不随和的 大家都挺随和的 我觉得 没有一个有个性 你们组合这么没个性 没有没有 不好说 我跟你说 随和中不乏个性 好久没听到不乏两个字 很聪明啊 还蛮会聊天的哦 很聪明 你在那边就是 因为17岁就去了嘛 你有没有觉得 去啊 17岁就去训练了 你们真的 别乱说人家 17岁就去训练了 你有没有觉得很苦的时候 或者想回来的时候 有过想家的时候 对 每天我都是早上很早就起床 然后去公司练习 然后 然后一直练到很晚嘛 但是一直这样坚持下去 可能会 真的很累很累 然后 但是会有一种 就是给我坚持的力量 所以你取名叫累 所以你取名叫累 你的个性叫太累 什么是让你坚持下去的力量 我的外公外婆 我想给他们看到我能做出的成绩 然后我的爸爸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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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很感人的事情 听说外公外婆是找吴欣要的票 不知道你外公外婆今天真的有来吗 是吗 家人 据说有家人在现场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不要让累有压力 我们也不指出他坐在哪个方向 你就当全场都是你的家人好不好 好 好 我们再次欢迎累回家 下面这位很神奇 听说他去韩国不是去专门做这个练习生 不是 我们是 他是读大学 然后在民洞逛街的时候 被SM公司发现的 就是陆寒 对对 对 民洞逛街 就是在民洞逛街 我去民洞逛过很多次 我去民洞逛逛 没有人死我 那那说民洞说得特别好啊 来说一下韩语的 民洞 对不对 对 OK 好 陆寒做一下 陆寒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XM的成员陆寒 陆寒来自北京嘛 对不对 对对 你当时在韩国是干嘛 就是在留学 在学习韩语 OK 那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自己 你是什么样个性的人 意气吧 意气 想意气 意气 你有多意气啊 朋友像你借钱你会非常慷慨地给他吗 你要想一想 这真不尝 你认识个什么 那是 对 如果你有十块 我问你这个十块你给吗 给吧 好感人 一定会这样的 这小孩好留下来啊 好感人这个运气 留下来 留下来 OK 好 接下来我们下面一位是我们韩国的朋友 我们掌声欢迎秀明 大家好 我是XM的成员秀明 你好 你好 中文讲得很好啊 我喜欢中国吗 我喜欢中国 好 下面我们接下来我们欢迎下一位 陈 欢迎他 大家好 我是XM的成员秀 他太不像韩国人了 他讲中文太像中国人了 是 而且他有波音腔 大家好 我是XM 很有话剧腔 对对对 OK 用一个词来形容你 陈 你是什么个性的人 固执 固执 第一个出现了 稍微有一点点那个 不是那么 男人固执是好事 陈 你会因为什么事情固执 他会碰过 不过国家的 他就是碰过国家的 你跟谁是一个宿舍 克里斯哥 你跟他一个宿舍 那他非常想要的 一定要要到 你又不让他得到 在一面就不行 在一面就不行 哦 这里面关系很微妙 好喜欢听他们聊这个 对啊 谢谢 那如果啊 我是说这个状况 虽然当然我们非常希望不发生 如果真的是有一天 陈和克里斯同时爱上了一个人 怎么办 先问一下陈好了 会怎么办 我不是说 我的 我的 好 对啊 好 克里斯 克里斯 这就好man的回答 好man 作为队长 你的尊严往哪里放 怎么回应 这个不行 这看下去 看不下去 好的 女的说我推出 我发现真的还蛮固执的 两个字 我的 很固执 好 接下来下面一位呢 这个也是个子非常高 也是我们中国的孩子 对 我们欢迎他 我是XOM的 XOM的 等一下 你们让他讲完 你是在互动吗 你们让他讲完 我以为他是在互动 没有 他是这样 我现在在 大家好 我是XOM的 会唱歌 会跳舞 会说Rap的 功夫熊猫 涛 好渴 原来是想那么长一段话 原来是这样的 我以为好有心计 自己都害羞了 他也叫涛 你也叫涛 两个人 二涛 同样都是涛 大家好 我是快乐大饼 能吃的涛 和涛 涛 你过去跟涛站在一起 你们俩涛涛不绝 一下 我看一下 哇 这样比才知道 这个涛的头好小 对 这是一个进化 他们俩是住在一起嘛 如果要有这个涛和这个涛 你愿意选择哪个涛住在一起 海涛 你给我过来 我们问一下涛好了 不是问你 我们问一下涛好了 你的个性用一个词形容会是什么 我的个性是 坚持 就是讲三遍自我介绍都没讲下去 我人生的励志的过程 全部都得到了 坚持 淡定 会不会有点腼腆 你觉得你的个性当中有腼腆害羞这样的 也不是害羞 其实 你看一下 就这样 我就是 不是 这样好了 我们问一下 你们平时 因为我们知道做练习生很辛苦 可能没有太多自己休息的时间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兴趣爱好 那陆寒你呢 我平常喜欢踢足球 秀明你呢 一起 一起 踢足球 好 下面 最紧张 淘 别紧张 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我的兴趣爱好是 逛街然后去海边三个 好浪漫 好 刚刚说到这个陆寒 陆寒跟秀明他们两个喜欢踢球嘛 那接下来我们就这个快乐大饼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考验 就是请他们戴上这个望远镜来踢球 这个好难耶 好 我们请这个秀明先来 先面向那边 可以了 好 来秀明请踢球 好 转身 要一下中啊 哥哥我是有多可怕 下面不准是一下 一下 one take 一下就得踢中好不好 你转过来 走过来 OK 帅气的走过来 好 OK 好 来 帅气的走过来 帅 快一点 不错 小心小心小心 OK OK 好 下面我们让陆寒试一下 谢谢 下面让陆寒试一下 帅哦 陆寒 帅哦 陆寒 我们也可以摆到这个中间 好 摆到中间 好 可以了 好 来 转身 帅哦 还往天上 再前面一点 再前面一点 对对对 好 边走边看 好了 别为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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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这样再这样 来 帅哦 帅哦 帅 踢 好 我还有一个体力 让刀儿来一个 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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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像在海边 散步一样 要有那么海风的感觉 有没有 不要想想 好 刀儿 你可以选择一个人 跟你一起散步 你要选谁 对 你们队友 选都可以 我选 我自己不行 自己可以 你自己 他喜欢一个人在海边散步 好孤独 OK 假的 预备 我们下次让下一季选 好 开始 OK 好 我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里面 我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里面就说 你选一个我自己不行吗 好 主要是怕你走丢 因为海边散步 Oporeal 提醒您 下节更精彩 美男大会好 团队内奋不断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无敌花美男 我的火热子已轮化冰雪 再快一起 还这么都在算谁是最后一个 首秀综艺个人剂 为了却引发快乐家族 集体复造 好 长得帅了不起 在我们脚下 在我们脚下 出发 出发